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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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巴士 Hi 何鏗 差不多開了 差不多開了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好 何鏗之前跟我說 很想繼續去說這些 叫做AI的事情 其實AI 真的很多人去 現在很潮流 很流行 因為很厲害 但是有很多種AI 有三種 有一個叫做autonomous intelligence 就是它自動開車的 自動的 那怎樣自動化呢 有人寫個program 裏面 它自動 可能寫得不好 或者不是為你著想而寫的 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這個就是機械人 那些東西 我就對AI特別有興趣 就叫做Analytics 的Intelligence 就是用一些數據來比較 所以我的AI 有少少不是那些機械人 還有那些東西 我用的用途在裡面 雖然是同一個branch 去裡面看很多東西 但是其實看資料 是很有興趣 很有味道的 可以幫到我們避免一些問題 今天我們就會說墨皮 因為它之前不知道我會說什麼 我就希望說到墨皮 跟大家真的去慢慢說 墨皮怎樣可以食壞人 以及墨皮怎樣可以有用的 又可以瘦身 但是選錯墨皮 其實就可以很多很多很多問題 因為墨皮本身是給一些豬 那些馬 其他一些 總之你養的animal 都會加進去的 是一個animal fee來的 但是 但是它有沒有益呢 很多角度有益的 它有纖維高 可以是有益的 但是我們有時候做人 我們做了那些墨皮 就為了價錢 或者為了生意 他沒有想著吃了會有問題 甚至還有些人生吃墨皮 那些墨皮 就是做的那些 那些早餐代替的那些 那些墨皮 那些墨皮是沒有煮過的 那些墨皮是沒有煮過的 是生的 那吃了下去 那那個人吃了久 就會發覺有多敏感 多問題 還有身體不是稍為太好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另外墨皮有很多農藥的 那還有就是墨皮呢 對馬也很好 但是only if那些 fat content 高 那所以變成你怎樣可以 貓貓狗狗都是 都適合吃的 還有豬呀 或者其他那些 它是一個feed ingredient來的 feed ingredient 所以如果你能夠看dataset 看完這些 你說你想吃墨皮來做什麼呢 或者你想用墨皮去濕疹 又不可以用平時的rold oats 又不可以生的墨皮 甚至那個墨皮對於濕疹 不可以在外面買來吃的 是叫colloidal oatmeal colloidal 所以墨皮有很多種 為什麼這個topic有趣呢 是因為如果有看過那條片 我和惠儀做過 他又剛剛說開始 差不多三分鐘了 還沒開始 我和惠儀去了whole food 如果沒有看那條片 我待會會放上我facebook 那條片呢 就講關於鹼麥皮 開始了 Hello 大家好 現在來到11點的27分 這碗麵呢 今天一碗過 去到這一個的37分鐘完的 對 今天這個題目呢 就是找趙博士談一談 關於呢 提供給大家 大家都可能很熱愛的 尤其是減肥 或者身體健康的 這一個選擇呢 都是 經常會出現 但是在於我來說 就少一點的 Hello 趙博士 Hello Hello 今天的題目是墨皮 沒錯 嗯 嗯 嗯 或者纖維高一點 這樣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吃到一段時間 可能一個星期左右 我就放棄了 我覺得很寡 嗯 那麥皮帶來我們的身體健康 或者不好的東西 有多少呢 當然多 如果你知道這些數據 你有沒有跟我說 很想知道 AI 多說一些AI AI 不是機械人的AI 是可以幫到你分類到 麥皮為什麼吃到那麼寡 是不是它煮得不好吃 是不是這樣 還有生吃麥皮會弄壞身體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選擇麥皮 你也知道 惠儀來探過我 其中一件事 現在一條片出了街 它剪完了 就是和我一起走 HOLD FOOD 去到麥皮的項目 哇 原來這麼多種不同的麥皮 怎麼選擇 有一種麥皮會瘦身的 有另一種麥皮 會令到你濕疹去走 甚至FDA 還要批明 如果你有這隻 你就可以claim自己是對濕疹的 那麥皮是否能吃的 不能買 因為那種叫colloidal oatmeal 但是你可以買來塗的 但是不可以買來吃的 然後還有ROAD OAT 還有一些instant麥皮 一扔下去就馬上熟 那些很快 那些叫instant麥皮 又不同 ROLD OAT TRADITIONAL ROLD OAT 麥皮 因為那些要煮久一點 由TRADITIONAL ROLD OAT 麥皮又不同 Steel Cut麥皮 因為Steel Cut才會瘦身 這樣就變成 哇 原來差那麼遠 那麥皮為什麼會吃壞人呢 如果它生的時候 它含有一樣東西在裡面 哇 它會令到你的細胞 反 即是它反你 那麥皮 如果用這個例子 它反你的時候 你的身體 如果你懂得健康 以及知道這些東西 你是會覺得頂不順的 它會訊號給你聽 喂 何鏗啊 CEO啊 不要再吃了 你要去吃反面 所以幸好你聽你的身體說 你不吃的 但現在又有麥皮奶 成瓶好像牛奶那樣 那些有什麼麥皮啊 沒有說 還有我們 看著後面 用了些什麼水 用了些麥皮 什麼麥皮 還有防腐劑 原來可以等那麼久 所以這些東西 就很奇怪了 就是防腐劑對身體不好 回去 那個麥皮 你要買有機 因為麥皮 除了你喜歡吃 還有貓和狗都合吃 還有就是給豬和馬吃 特別給馬 跑馬會比較好 所以你要跟牠爭 那你怎知道 你不是吃了馬的麥皮 不是吃了豬和狗吃的那些 那你有很多機會 就是因為麥皮有很多品種 有很多時候在超市買了 就是買了那些 未必完全是他們吃的 不過接近已經是有問題了 所以Steel Cut Steel Cut麥皮爭很遠 記得Steel Cut 第二就是有機的麥皮 本身有很多問題 還有就是如果你有Glutin的問題 嘩 Glutin的問題 你要買一些Glutin free的麥皮 因為平時的麥皮 不是Glutin free的 它一定要特別製好了 就是這樣 Steel Cut瘦身 它很高些纖維的 還有煮東西要煮久一點 還有煮麥皮 才能去到麥皮裏面的 像你所說的 那些飯 其他東西 洗的時候要浸 麥皮要浸 要浸過晚的 如果你不浸過晚 你剛才說得對 其實有很多烹調方法 有些人混合了 就是麥皮連飯一起煮 那些什麼麥皮 如果你不是看清楚什麼麥皮 看錯了 你知道Steel Cut和Rode Oat 有兩樣東西已經是 Fiber的纖維不同 第二就是價錢又不同 還有多一件事 Density不同 是聚首的 Steel Cut是聚首 Rode Oat是輕身的 如果你斷磅計 看回價錢 好像很不划算 你買這麼輕的東西 還有就是這麼輕 它既然Rode Oat 對身體不好 但Steel Cut對身體好 所以這個就是 你用什麼metric 用什麼間斜來量度 那件事很重要 然後你想它用什麼機器來切 還是用了一些它有沒有生瘦 還是不生瘦 這麼講究 就是你吃 一定要小心選一件事 千萬不要亂吃 或者什麼都吃 現在是要選飲 和摘食 麥皮這個食物 很多時候大家已經是 覺得是健康 健康食物 我們買的時候 分別有多重 就是叫即溶 有些可能是為了回辦公室 是沒有Pantry的 然後它說 我加點熱水就可以了 我只會是這樣選擇 那我試過有段時間 因為那些麥皮 因為要融合不同的口味 我試過就說 即溶麥皮 譬如它會有 親牙魚味 會有熟米味 就是希望吃下去的時候 沒有那麼寡 但是原來 我問當時的營養師 你這一隻是何亨 你是越吃越肥的 但是我當時又想 身體比較瘦 在這些鹹酸上 大家買麥皮的時候 不要想著 麥皮就高纖維 然後就飽肚 上胃 所以就不會那麼快 有飢餓感 千萬不要那麼單一地 去理解麥皮 對不對 當然還有 不是所有東西 令你增肥 就可以走得回 有些東西 肥了之後 是很難減回來 錯的麥皮令你增肥 其實麥皮用給馬 和其他動物 就是想它增肥 而增肥是怎樣呢 有時候切肉出來 看下去 你看幾多肥膏 你不會想你的身體是這樣 你不會想全部 好像黃牛一樣 在你的肌肉裡面 因為這樣 你除了切出來 拿來吃 看起來很漂亮 其實你對你的身體 怎樣動動 怎樣運動 怎樣運動 你做了這個身體出來 你就很慘 所以麥皮 其實所有食物 都要看清楚 它有沒有那種 phytic acid 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跟你說 要用一些醋 要用一些蘋果醋 去洗一下 洗一下 麥皮為何那麼欺負人 原來要隔晚 起碼都要8至12個小時 有時候15個小時 要這樣浸泡 是的 要浸泡 還有浸泡的時候 沒有放進雪櫃 因為如果在雪櫃的溫度 減低了 就不是15個小時 不是8個小時 可能幾天 是的 那如果一出 也不太好 因為你有時候浸泡的東西 溫度改變 也會令到食材裡面 或者是食物裡面 有些改變 當你明白麥皮是什麼 還有它怎樣用 在農業界怎樣用 你就會覺得 哇 那為什麼麥皮還是健康呢 就是因為它的纖維 比起飯 比起很多東西都高 但你不能為了纖維 就包括那些不好的東西 譬如你說 你有個對象 很喜歡你的 不過他喜歡你少 比你喜歡你自己 又有些問題 他喜歡你少 還有他十年後 可能會賭錢 會去滾 那你又會說 那又不是這樣 所以你要看完 你會全部的資料都看完 那你有什麼理由 選人都要選 選朋友都要選 因為你是麥皮不選 所以今天這集 我會教你選擇 對 我覺得你永遠這些比喻 是在情感上是對的 就是大家 變日化一點 就是選對象 我們其實有個節目 應該都不知道 找你做嘉賓就可以 因為我跟Tankank也有做 講一些男女情感的 或是有聽眾 都是問蘋果膠的 他就說 蘋果膠要放水煲嗎 怎樣吃 你當然要放水煲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找自你煲了之後 吃完之後 然後再說 我問你了 我問你了 因為 那些情眾就問我 我就不問你了 沒錯 不要緊 那問我其他事情 哈哈 那些洋蔥膠一系列 那些 我煮一次 然後拍片 又怎樣也好 第一 那些情眾就問我 就馬上回答 是啊 你應該親自經歷 對 對 這個季節夏天 因為現在我們沙蘭市這邊都很熱 千萬不要洋蔥膠 熱天就 沒錯 因為有聽眾就問洋蔥膠 怎樣做 但這一段時間就最好不好了 蘋果膠要放水煲 沒錯 那怎樣吃 其實那個膠去加上什麼食材 很多種方法 很多的 我看著一些時間 因為今天只吃一碗 那碗走到蘋果膠 但蘋果膠也可以做雪條 對 好 不如我們下星期看看節目時間有多長 看看會不會足夠時間 你現在看不到 你要等到差不多才知道 對吧 沒錯 對 你看看一些人多下廣告 多下廣告就說少些東西 但你那裏的桌子更好 如果全部都是廣告 那就說一分鐘就完成了 好 我們要說一聲廣告 好 再見 拜拜 你好 你好 好 是嗎 你喜歡嗎 好 好 不是 我們要說廣告多 是啊 你的廣告多當然是好 你沒有廣告你生存不了 我應該要廣告一次 我應該要廣告一次 我也覺得是這樣 不過我不迫人 你自己經歷了 那你就看看 怎樣 那才知道情況是怎樣 我搜索你的视频会不会找到呢? 如果你搜索我的视频 如果你慢慢从头看到尾 你会洗脑的 出来之后 两个小时一定会洗脑 那些人说 其实两个小时是否可以 十分钟最好 十秒更好 其实看你说什么 我说了二十多年 那些人仍然不明白 因为他们完全不看数据计计 营养师做什么? 就是拿着他的行业去看营养 但不是营养的 看营养就可以了 你还要看看 你还要看谁跟你斗食 你开了鲜骸是什么? 记住 苹果胶 人们的概念也是 我去买个项目 然后又怎样用 或者怎样烹调 但是因为你开了鲜骸 我就教你怎样做营养 你明白吗? 如果你说在市场上 当然一系列 健康饮品 健康食品 然后又一个大动 但是现在这一边 你刚才用洗脑两句话 在这些节目做题了这么多年 苹果胶有什么好 那些人就 哎呀 这边可能很多人想自己煮 想自己做 听不听不听 又理解不了 或者煮了之后又不像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发生 你知不知道我试过 香港做了一个测试 很简单 刚刚发生的 就是我放了那种蜜皮 叫Colloidal oatmeal 放在洗头水中 然后那些人 洗完头之后 告诉我 刚刚上个星期 告诉我们 第一 买不到货 卖断了 第二 他说 为什么洗完头 那些湿疹会失去 他用洗头水来洗澡 我没有叫他拿来洗澡 但是他拿来洗澡 他说 那些湿疹会失去 不是一个 是很多个都是这样 他说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下个星期说得不行 你又想说 没得卖了 卖断了 没得卖了 是原理上 为什么 知道Colloidal oatmeal 因为你现在可以买很多 Eczema 高 买Colloidal oatmeal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摆在洗头水里面会发生什么 但我不说他对濕疹 看一些人自己去试 他们就回来说 那些湿疹好了 那 我不用说 你自己告诉我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 其实一点也不神奇 蜜皮为什么会有这个功效呢 蜜皮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呢 因为Colloidal 不是普通蜜皮 Colloidal的蜜皮 会消炎 和去痕止痕 那么你想想 你平时那些湿疹的问题 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因为它令你痕 那你就拗它 通常拗完那个地方 因为湿疹是有菌的 其实有金黄葡萄菌 很多时候 大概有八至九成的机会 如果知道八至九成 我跟你说玩21点 我们去这里 有九成的机会 你买重它 九成的机会 没有事 那你当然可以买重它 那当然有一个机会 它不成功的 但是呢 如果你拗一个湿疹的地方 你知道吗 有九成的机会 你会拗其他地方 没有湿疹的 一拗开就拗 顺便拗其他地方 不如下星期就说湿疹 说湿疹 好吗 你的碗面有湿疹在里面 我要交房给同事 是不是交房 好 那我星期五找你 不是星期四找你 好吗 我再趁时间 方面多谈点 你星期四找我 星期四我不知道会如何 我只知道你现在 星期五 那我现在订了 皮湿疹 好 谢谢 拜拜 不用了 拜拜 那我在这里说完 先收好 说起就是 Colloidal Oatmeal 不能买来吃 不能买来查 不过通常买来查的东西 它会有很多 你不想看到的东西 譬如什么呢 就是 Parabins 有sulfate 有些 Propylene glycol 很多东西在里面 所以当你可以用Colloidal Oatmeal 令到一个人缺少了 没有那么痕 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东西 其实Colloidal Oatmeal 是百年历史的 是针对这个 如果皮肤有 有那些 叫做 现在的人生蛇 第二次生蛇 最初就是水痘 其实对水痘这种东西很有用 所以Colloidal Oatmeal 它怎样呢 它就会黏在皮肤上 这是我以前读皮肤科 看到这些东西 黏在皮肤之后 令到那些保湿功效提升了 然后呢 它还会令到皮肤 淋了 然后就 因为那几样东西 就会止痕了 明白了这些东西 但是呢 你可以配那个方 配到不好的时候 因为它有些东西 会令到它康复慢了 或者令到 它止痕的情况 因为它有些成分 会令你痕的 那么你没有留意 放一些又会痕的 又会令你康复慢了 放在那些这么好的东西 和Colloidal Oatmeal 其中一样东西 令康复有出问题 就是水质 水质不好 你试一下 去一些地方 周围旅行 去一些地方 水质不太好 譬如叫做Hard Water Hard Water 通常会令皮肤不太好 皮肤不太好 如果同一时间 已经是40多 有经历脱头发 或者女士 开始的发线 开始高了 你再用Hard Water 那就有问题了 连洗碗碟机都会坏 Hard Water 所以放在头上 然后 你要选择 Anti-inflammatory 消炎的东西 不要放在成份 是会令到它发炎 这个是很重要的 水质 除了distill了它的水 令它干净了 还要deionize 才可以令到 你当Colloidal Oatmeal 好像图黄刀 图黄刀要砍开才有效 不过你不砍开 它也更有效的 但是如果你砍开了 它里面还有一些秘方 Colloidal Oatmeal 基本上 你当作Oatmeal 是有一个 你懂得用它 可以很厉害 你不懂得用它 可以很大问题 为什么要默皮这个问题呢 我待会放回 阿维依的帖子 我放在我的Facebook 让大家去看看 这些就是Data Set 好了 还有什么呢 就是当你的皮肤可以平硬了的时候 你的皮肤自然 pH就会好好地地 但是如果你经常有痕 pH就不同 因为Dry Skin 乾的皮肤 是不会生得均匀的 人体上去就会不漂亮 很多这些问题 所以天气的环境是很影响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外面表面漂亮的 里面烂的 那就不好 所以我教大家 就说Oatmeal 要选择 选择 如果你要发挥它的功能 要用一些漂亮的水 来煮你的麦皮 刚才说不到 因为只有这么多时间 有些人就说 他喜欢听到后面 我建议 当然下个礼拜 应该他忘记了 我建议你明白一下 有第二个ingredient 除了配搭这个水质 就是有一件事 Nettle Extract 为什么要Nettle呢 Nettle Extract 它的好处 对于头发 就是它有很多硫黄 还有很多silica 很多很多年前 我想二十几年前 我有一次接触一些皮肤的病 当它们用了硫黄 那个情形就好了 好了 好了 不过那个配方 就有些问题 就是它那个 它很 很 很 我叫做 它一洗 就洗走油 所以就好了一会 就不好得很久 所以第二个ingredient 就是硫黄的东西 但为什么要用直接硫黄的驱蛇呢 硫黄也会令皮肤不好的 如果浓度太高 那为什么用Nettle Extract Nettle Leaves Nettle 是一个N-E-T-T-L-E 这个植物 是能够可以 它自己本身有很多硫黄 然后我经常叫人吃巴西坚果 巴西坚果 有很多silica 那变成了 如果你能够 Nettle Leaves 是有一种成分 是会令皮肤好的时候 除了硫黄去驱蛇那些有问题的东西 还有 因为这个配搭 sulfur and silica 它可以令到你的头发断得少了 断头发也是一个其中一个问题 不只是说那个身体 除了断头发 Nettle Extract 它的皮肤又会怎样呢 这个又很不同 因为皮肤 和那个 我现在就给你看一下 data set 就是它会洁 它会洁 那什么叫洁呢 就会令到毛孔缩细 哇 在皮肤 头发刚才说了 令它不断 但是它竟然可以 同一个extract 就放下去 会令到毛孔缩细 Titan Firming 这些好处 还有 令到你平时的头油 不要过度出多 因为它刮细了 这个combination 是不是对湿疹好 是不是对湿疹好 当然对湿疹也好 对所有皮肤也好 那有什么理由 那个Nettle Extract 不放到最上面呢 做洗流水这么简单 就是你distilled water 要是样样些有水分 要不然倒不出来 第二个成份 就是Nettle Extract 如果第二个成份 我顾着省 或者我顾着它 怎样呢 你就会做到一个 不得不到效果 去收缩 那个位置 但是我没有告诉大家 我只是今天才和大家说 你可以洗流水 没有说是洗面 既然不是用来洗眼 那些地方 但是你去洗一下下巴 洗一下颈位 又可以 又洗一下身 又可以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Nettle 因为如果你销伤自己的皮肤 其中一个Data Set 是说 以前古人 有用过Nettle 来针对销伤了皮肤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时候 为什么放了Nettle 另外就是很多时候 那些废物 会影响到我们 除了康复不好 或者减慢了 会令到我们烂开 皮肤烂开 不过你看不到 你看着皮肤 说没有东西 你用肉眼看 当然觉得没有东西 但是我经常在这些节目说 我有东西 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 自己知自己的事 就是不正常 所以我不能晒 我晒了 就会变成勾 如果我不晒 如果我不晒 你们外面就会见到 红粉飞飞 但是我自己知自己的事 我不能晒 如果你明白了 Lupus Lupus 的人 Lupus 皮肤 我是subclinical 我自己知自己的事 医生不觉得我有Lupus 因为化验报告说没有 但是我等到化验报告是有的时候 那就有问题了 那已经是太迟了 或者很迟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可以找到 一些subclinical 别人未见到 你当是有 因为你见到 你看到那个ratio有些问题 其实看ratio 很多人 其实不是我看开的 很多人都已经看开 PE就是 你买股票 很多人都看PE 不过PE有两看 PE低的时候 就是说它没有被人吹到太贵 但另外的看法就是PE低的时候 就是说没有人要 PE高的话 就是说欠到 股票上升得很厉害 但是也可以代表 就是说它继续有很多升 因为那个人看好 那么多人看好 他就继续上升 所以看ratio 要看谁在看 是一个营养师在看 还是一个何亨在看 还是我看 还是你在看 你看自己的身体 去找根底的问题 就最对了 因为我们个人 最熟悉自己的身体 个人最紧张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紧张开 那你就会最对 最怕你不紧张 最怕你不理 你不理的时候 那个年份 其他事情 你不理就是 没有人能帮你 最重要是你去理自己 但是如果你去理的时候 别人说 你太紧张 一点都不紧张 自己呢 再紧张一点都可以 但是你要懂得如何紧张 你懂得如何分析 所以就没有人争 刚才说nato 没有人争nato 这种东西 那个就只欠 这个colloidal oatmeal 不过欠开 你可以看看 大多数人 都放了些 不应该放的东西 就是和它撞了 或者令它好一点 但是不好都够多 所以colloidal oatmeal 就发挥不到功能 首先水质 不要妨礙它 做它的东西 我刚才说了屠龙刀 接下来 你又要有配搭 帮它 就是nato 就是nato 所以你一看到 在nato里面 对濕疹好 然后colloidal oatmeal 又是对濕疹好的 这个 这个对 这个对 那就准了 开始准了 还有 就是起泡劑 起泡劑 是会对抗了 首先我所有说的东西 对它好 你有什么理由 放一些不好的东西 因为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最喜欢爬 一些最高的山 认得很棒 爬到最好的 你不会说 我爬了第256高的山 很棒 或者不是1054最高的山 你不会认这些 因为个个都不认同 那是number one 但你去number one 那些情况里面 你未必顶得顶 可能爬 Mount Everest 死了之后 是多过生存得好 或者 未练得好 就已经是爬最高的 所以 做product也好 医生也好 我们经常想 你看 起死回生 但你知不知道 起死回生 是很难做的东西 通常 你有少少病 好那些 那些容易做很多 你当然给自己 不要病得那么紧 不要需要靠起死回生 那样东西 你才可以慢慢练习 练习 明白多些的身体 你当然不要靠 逼着你一定要退休 才要退休 你是 不是 我未被人逼的 我想试一下 当我仍然有很多人去跟我的时候 很多人很想请我的时候 我就做少少退休的训练班 然后 等我将来真的要退休的时候 我就去 我便变成熟悉退休的情况 吃麦皮 就是这些例子 如果是吃麦皮 你要看看 除了你吃 还有哪个吃麦皮 如果万一你去吃麦皮 是跟狗吃的那些一样 其实 或者是猫吃的一样 你又不是猫 你又不是狗 如果你吃了那些东西 身体会如何 这个data set才特意去看 就是 你自己真是看看 麦皮是真的被一些马来谷肥的 即是令到那些 那些marbling 那些脂肪 很多 除了麦皮 吃开麦皮 要选对 麦皮 千万千万不要吃麦皮加粟米 这个毒 粟米 如果刚才说的好的东西 例如洗牛水 如果放粟米 粟米是不好的东西 是癌症的 麦皮不适合的品种 也是很差的 会伤身体 你放两种很伤身体的东西 在同一天里面吃 同一个礼拜里面吃 那就是很大很大件事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如果那个人 他的肝是不好 你再给他吃这两样东西 那他就会 水肿 他就会 水肿 水肿会如何呢 水肿 什么时候会好 就是你觉得他好些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不水肿 那又去吃那些东西 那吃什么呢 很多时候人们以为 吃健康的东西 就是吃那些 早餐的bar 代替早餐的东西 有麦皮在里面的 那些麦皮 谁知道 除了那些bar 不可以等一两个礼拜 等半年都没有事 那些 它有防护剂的 这些麦皮是生的 有生的麦皮 有防护剂 刚才不是说 生的麦皮 先不要乱吃的 我吃了生的麦皮 就很大件事了 那好了 那现在你就 整个身体有了这个问题 又有inflammation 又吃过粟米 有麦皮 肝又不是那么好 又有水肿 水肿好一点 又吃了 一吃那些东西 又有防护剂 那现在的case 是什么呢 就是已经塞车了 谁知道有几架 跪下了 就是当好是京隧道 现在塞车了 因为刚才吃了些水肿的东西 吃了些不应该有 又是吃的东西 谁知道有几架车 跪下了 谁知道开始了 正在移动了 有个人没有看前面 就撞了对方 现在是撞车 现在又再停 不过这次停的更远 更远 更远 发生了什么事呢 怎样知道 有个人走出来 你为什么会撞我 然后他拿一支棍 撞到另一个人 打架了 开始打架 很大问题 打架 如果你想想 这个情况 刚刚形容给你听 在你的身体里面 发生的时候 那怎样 这些就是 我说的那个 那个严症 有病 然后 然后 最奇怪的是 打开架 然后 有另一个人 开枪 即 枪没有眼 开枪 另一个人 现在流血了 很大事 吵了 如果你的身体里面 发生这些事情 又怎样 我们整天 身体里面 就是 发生这些事情 不过 没有人说 没有人看 那些数据 是这样 其实 一直在走 一直在移动 一直在移动 就当作没事了 但是 要等到开枪 等到开始有问题了 开始够多 警察来了 才觉得有问题 或者不是警察来 是要上 上新闻 总而不是上普通新闻 要上 National News 上 International News 就是说 医生也要看到 你也看到 全家人都知道 你是有这个病 连保险公司也看到 以后就说 不保你这些 不要等到这样 不要等 一定是要 自己设置自己身体 还有就是 找对些人 陪你一起去经历这种事情 这个 才是你唯一最好的方法 不用钱的 找些人去 大家一起去 去 大家有个 有个叫做 Mental Alliance 一起去 处理那些问题 那 你就 就算 本来是有问题 你都不知不觉 大步浪过了 因为 本身你不理它 就会发生 你理了它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所以看下去 就会没事 这个 这个 是 这个 是你们可以做到的 是肯定做到的 如果有很多人去 就是 针对 用这个角度去做 我们世界 就少很多病 接着 人又可以 做多其他事情 所以 希望 今次这个节目 我能够带到 这个 墨皮 这个概念 给你们明白 就是 各样东西都应该要 更加明白 它是 拿来做些什么 还有还有 谁在吃它 还有生意上 怎么用它 你才可以知道 那你究竟要多少 concentration 多少资源去避免它 墨皮呢 是要花很多资源去避免它 如果你懂得这样选择 墨皮呢 其实其他东西都这样选择 人就会健康很多 所以墨皮是一定要选择 是 勉П 你